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 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推出了一部新的法律 叫陆地国界法 这个法律呢 是一个很短的法律 在2022年1月1日会开始实行 一共呢 也就是60多条 通常像这样的一个法律呢 它会比较笼统 而且呢 中国外交部在退出来之后呢 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当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外交部发言人说呢 这个法律不针对任何的一个国家 当时问的就是印度的记者呀 那在上个周末 以及本周的前四五天的当中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 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发布一个文章 是关于这条法律的 今天我在关注新加坡的媒体的时候呢 哎我发现新加坡的早报 也发布了一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呢 他为什么对这个法律是如此的关注呢 哎我发现这个法律其实它里面虽然说法条不多 但是呢里面还是有具体的内容的 就是这些具体的内容 让中国的邻国印度坐不住了 印度这些天以来一直都非常的紧张 那新加坡呢和印度的联系啊 其实挺紧密的 我昨天呢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了一下新加坡的那个牛车水 那个市场被关闭了 我当时呢就说牛车水呢 在新加坡也叫做小中国 或者叫唐人街 后来呢有网友跟我说呀 说你对新加坡看来呢 还不是很了解啊 其实这个牛车水呢 它并不是那条街的一个名称 它是那个区的一个名称 这个牛车水它的存在呢 也并不是说二十多年 它一直都存在 六十年代的时候它就有 然后那条食品街呀 也叫牛车水美食街 那个美食街和牛车水 这一片地区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且新加坡呢 它不存在唐人街 没有唐人街 甚至也没有小中国 如果有人叫小中国 甚至于唐人街的话呢 这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中国人 从大陆来的人呢 这么叫 但是呢也并没有叫开 但是呢 新加坡倒有一个很有规模的小印度 说这个小印度呢 是印度人在新加坡聚居的地方 他们是有一定规模的 说新加坡的人口呢 说是五百多万 这其中呢 其实有很多的印度人 说印度人在新加坡呢 可能人口都能达到两百万左右 所以印度人在新加坡 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新加坡的有很多人呢 也很关注印度 当然新加坡他们也关注中国了 因为新加坡毕竟啊 华人在里面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虽然说外来的 后来移民来的 中国大陆的人呢 没有印度人多 但是整个社会上的华人 有华人血统的这些人 是占社会主流的 这是新加坡的这个情况 我就顺便说一下 因为我看到他早报啊 这篇文章里面 报道关于印度 对中国的陆地国界法的这个反应呢 还是挺全面的 那我现在呢 就来给大家 就这篇文章 我一边读一边评论一下 这篇文章就说了 在中印边境 长达17个月的对治 在线升温苗头之际 中国上周六 也就是23日 推出来了一部新法 叫陆地国界法 这部将于明年1月1日实行的法律 一经出炉 便引起来了外媒的高度关注 被称为中国现代历史上 首次针对陆地边界问题 专门制定的法律 也被看作是主要针对印度的 边境争端的法律 我刚才说了啊 这个法律一出现 就引起来了印度的关注 那印度的记者 就在外交部记者会上 对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进行发问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呢 这部法律并不是针对印度的 但是呢 这篇文章就说呢 这条法律 它就是专门针对印度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印度感觉到 这部法律就是针对它的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何被视为针对印度 中国2200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上 共有13个邻国 其中呢 有12个陆地邻国 都与中国划定了边界 就是说 有14个邻国 有12个这个边界是清楚的 就只剩下与印度和布丹 还存在着边界的争端 这个边界的争端呢 就是因为英国人想当年在这儿搞的这个事 英国人跑到那儿画了一个边界 结果呢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没有把这个事搞清楚 所以就遗留了这个历史的隐患 只有布丹和印度有这个边界争端 而就在这部法律通过的9天之前 中国和布丹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确立了加快边界谈判的三步走的路线图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中国和布丹之间这个边界的冲突 边界争议可能很快就能确定下来 所以呢 和布丹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呢 并不明显 争议并不明显 也没有冲突 但是作为唯一剩下来的争端邻国 这部陆地国界法自然就被解读是冲着印度来的 因为就剩下印度和中国之间边境上是有冲突的 所以呢 这样理解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 印度感到紧张呢 也是有道理的 好 那我们接着看 这部法律对印度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威胁啊 这篇文章说 何况 中印自去年在边界上发生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以后 双方就边境问题 已经举行了十多轮的军长级会谈 但仍然无法达成一致 最近的一次 是本月的十日举行的第十三轮军长级的会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龙少华称 中国在会谈中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来了巨大的努力 充分体现了诚意 但是印度呢 仍然坚持不合理 也不切实际的要求 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那印度一方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不切实际呢 我就看到一些专家的讨论呢 就介绍说呢 印度他这些年来不断的就进行蚕食 不断的进行蚕食 比如说呢 有时候他就把中国在那个地方埋的那个戒备 他给你挖出来扔了 然后呢 他在那个地方再埋上一个戒备 然后就派兵跟那把守 还有的时候呢 他能跑到村里面 在村里面找一块大石头 然后呢 在上面就写上印度边境 然后呢 就把这个村这块呢 他们认为呢 这就是边境 他们经常进行这样的一些蚕食性的非法的活动 那他就想呢 把这些年以来 他进行蚕食的这些呢 就想给他明确下来 那中国能答应吗 那肯定是不答应了 我们接着看 然后呢 印度的军方则反驳称 印方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设性建议 但中方不接受 也没能提出任何前瞻性的提议 这是印度一方说了 他提出来了建设性的 建设性呢 就是他埋的那些呢 就算他的了 他站的呢 就算他的了 他站到哪儿 哪儿就是边境 就像这样 这叫他说的建设性的 那中国呢 是坚决不接受的 但是呢 中国认为 这个问题可能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然后呢 印度一方就说 中国没有提出来前瞻性的提议 然后这报道说呢 不仅谈判没有进展 双方在边界 还动作不断 且有争端升级的症状 这实实话 确实是这样的 说新一轮的军长会谈 前的两天 也就是8号的时候 印度的媒体 今日印度就报道说 中印两军 与前一周 再一次的发生对峙 大约有200名解放军士兵 试图跨越 阿鲁纳切尔邦 实控线 这个阿鲁纳切尔邦啊 中国是称作藏南地区 这是中国的地区啊 也是他进行蚕食 然后呢 他就占了 还起一名叫 阿鲁纳切尔邦 他就说呢 有200名的解放军战士 试图跨过这个邦的实控线 而实际上这个实控线呢 就是他自己非法设立的 说部分的中国士兵呢 曾经被短暂的扣押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当时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讨论过这事 这纯粹是子虚无有的 那这个报道就说了 而中国日报则在隔天引述中国军队消息人士报导 中国边防部队上月28日对中印边境地区的东张地区进行例行性的巡逻史 遭遇印方的无力阻拦 中方官兵坚决予以反制 在完成巡逻任务以后呢 就返回了 并且指出来说 关于中国士兵月线被扣的消息完全是子虚无有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呢 那个视频也说了 没有这事 那会儿呢 就有好多的媒体来讨论这事 那中国呢 相反还放出来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看出来 是有一些印度的士兵 在中国士兵的押送之下 正在行进当中 很显然呢 印度那士兵是被中国抓获的 那印度说呢 中国有200名 其中有部分呢 中国士兵被他们扣押了 当时有一些媒体就说 那你印度既然说被扣押的视频呢 视频照片拿出来啊 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出来 所以中国说他子虚无有呢 这完全是站着主角的 是可信的 因为他拿不出来 然后这报道说 更早前 印度陆军参谋长 纳拉瓦内 本月二日还称 最近中方在长达3500公里的 中印边境线部署的军队数量显著增加 这一事态发展令人担忧 他说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武器 我们军力强大 并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那印度的这个官员啊 胡说八道啊 又不是一起两起了 经常胡说八道 前两天呢 我在说这个新加坡的疫情的时候呢 新加坡曾经还受到印度教第一部长的一个造谣 造谣说呢 说那个Data加是在新加坡变异的 新加坡当时呢 就给予了反击 并且呢 还召见了他们的大使 后来印度的那个卫生部长就出来说 说那个部长呢 不了解情况 也就是瞎说的造谣的呗 然后他这个参谋长呢 隔了一个礼拜又说 令人担忧的是 大规模集结 已经在实际控制线上发生 并继续存在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所有这些发展 但如果他们 也就指中国军队 在那里停留的话 我们也会在那里停留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呢 双方在边境上的这种冲突呢 是一直有的 而且呢 不是很好解决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 中国陆地国界法规定了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部一共有七章六十二条的新法律 主要明确了 陆地国界工作的领导机制 军队的任务和地方政府职责等基本内容 以及陆地国界的划定和刊定 边境的防卫 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等 路透社认为 中国通过新法加强陆地国界看护 不一定会改变边境安全的处理方式 但它反映出中国 对自己管理边境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 新法规定 中国军队在边境开展 边防执勤 管控 组织演训和勘察等活动 坚决防范 制止和打击入侵 蚕食 渗透 挑衅等行为 周边发生战争或者武装冲突 可能影响国家边防安全稳定时 国家可以封控边境 关闭口岸 这就是具体的实施条文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印度经常的进行那种蚕食 入侵 渗透 挑衅等等这些行为 所以呢 现在这部法律呢 就做出具体规定 如果发生这些行为的话 中国应该怎么办 就可以封控边境 关闭口岸 新法还规定说 非法越界人员行凶 拘捕或者实施其他暴力行为 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执法执勤人员 可以依法使用警戒和武器 这条非常重要 比如说在去年的6月份 这个拉达克地区 加了万河谷的那次 就是他们越界到中国这边的帐篷 这来找事 非法越界 那当时的中方人员和他们 就拿一些木棍啊什么的 进行对质 那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话 你再有这个非法越界人员 进行行凶拒捕 或者实施其他的暴力行为的话 中国这边呢 就可以依法使用武器了 我想呢 像这条法律对印度来说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 然后这篇文章说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对中国军队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赋予相关的权利以外 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在解读这部新法时还认为 法律授权边境地区的公民如居住在与印度 布丹和尼泊尼泊尔相邻地区的藏族村民作为第一道防线 但是呢 从中国的这个陆地国界法来看 全文没有里面说到说这些村民是第一道防线 但是为什么说印度能说这些村民是第一道防线呢 其实也不无道理 因为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公民和组织应当支持边方执勤管控活动 为其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的协助 公民和组织发现陆地国界及边境相关史料史记和实物 应当依法及时上报或者上交国家有关部门 比如说你在你们家后院里面发现了一个戒碑 那戒碑上呢写着中国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 或者说呢 你到这个河边上去洗衣服的时候发现 诶 那个河边那儿 那块好像帽头有一块石头 你扒了起来一看 诶 那上面写着什么东西 这都是证据 这些东西呢 都要提供给中国政府 然后这个法律还规定 公民和组织应当维护陆地国界及边境安全稳定 保护界标和边防基础设施 配合协助开展陆地国界相关工作 就是这些公民呢 其实他们原来也是这么做的 我就看到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们经常呢 晚上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跑过来 在你们村里面的一个大石头上写上印度 那村民们早上起来 一发现 诶 这上面怎么写上这个印度的这些字了 他们就会把他那些呢 全都给他刷掉 然后呢 再写上中国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法律还规定说 以及国家对配合协助开展陆地国界相关工作的公民和组织 给予鼓励和支持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 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和奖励 比如说 有印度人正在跟那写 你把他抓着了 我想这样的呢 也是一个立功的表现 所以说呢 从以上上来看 那那些村民呢 还确实就成了第一道防线 印度的这个媒体报道呢 提出来的这个词呢 其实也挺有意义的 也挺对的 说呢 中国日报昨天还报道 新疆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 库热利边境派出所 前天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陆地国界法的宣传活动 就是他们新疆地区政府派出所会组织去宣传 宣传这个国界法 这个国界法呢 对于内地的人来说呢 可能除了让大家就知道以外呢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对边境上的这些居民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中国政府也对当地居民进行一些宣传活动 那中国日报就报道说 活动增强了边境地区群众的边境安全意识和爱国意识 为维护国家边境平安和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更进一步的密切了警民关系 可见印度媒体呢 对新法的这个第一道防线的解读呢 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哈 也就是说呢 这部法律不仅为中国军方地方机构 在边境争议地区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 还赋予了在边境生活的中国公民 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并且呢 还鼓励他们参与到边境防卫工作中来 如果做出贡献的话呢 还会给予警力 此外呢 日经亚洲评论 上个星期日 也就是24号的时候呢 这个法律通过第二天 还特别提到了 该法中有关保护水资源的条款规定 比如说 有关部门和边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 维护界河走向稳定 并依照有关条约保护和合理利用边界水 这一条呢 就给予说 如果一旦中方和对方发生冲突的话 中国可以对这个边境水进行一些限制 那这个法律公布以后 各方都有哪一些反应呢 新加坡日早报呢 总结的还是挺全面的 现在呢 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路透社报道说 印度外交部 27日就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通过陆地国界法表示关切 外交部发言人巴格齐 指中国单方面决定推动立法 可能会对中印两国现有的边境管理和边界问题的双边安排产生影响 印度方面对此感到担忧 这话说的什么叫单方面推动立法呀 中国什么时候立个法 还得跟你印度双方共同行动啊 这个巴格齐说呢 印度希望中国避免以这项法律为借口采取行动 以免单方面的改变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 就是你边境这个问题啊 老解决不了 中国要是统一台湾的话 你们在这边就来搞事 对吧 中国就得两线作战 这给中国就带来很大的困难 现在看来中国呢 有意要解决印度边境的这个问题了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反正我解决印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台湾那边不可能打起来 反倒呢 我要是来武统台湾的话呢 这边你有可能给我捣乱 对吧 说印度媒体呢 最近一周也对此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大多数报道认为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我就跟你说了嘛 这段时间以来呢 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看到这个美国之音 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报道 印度斯坦时报前天26号的时候 发表文章呼吁 印度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印度的经济时报同日也称 这项新法表明 中国正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 也基本上意味着 中国不会在边境问题上轻易妥协 中印边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麻烦 报道还形容称 新法可能是中印关系的不祥执照 但印度别无选择 只能在石控县附近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 印度时报昨天报道说 昨天也就是28号 这个报道是今天刚发的 这项法律的中心主题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新法的通过让印度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印度必须制定出长期对华战略 同时加强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 就是找救兵呗 昨天和今天接连进行大篇幅报道的印度快报 引述一名曾在中印边界执行任务现已卸任的印度军官指出 从目前的僵局来看 中国为何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律 这就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既然他们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 今后还怎么能针对协议进行协调呢 这名军官还说今后谈判将变得更加困难 他们可能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 说这些是他们的法律 如果想跟他们谈判 这是他们的底线 不过呢并非所有人都将这部新法规视为大敌 2017年到2018年间 担任印度驻华大使的班浩然 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呢就说 他不认为新法对谈判有任何的重大影响 并称该法律只是阐明了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位与北京方面打交道比较多的外交官说 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 这是任何政府都会做的工作 最大的问题是双方定义的领土是什么 这一点上彼此意见不一致 班浩然认为这项法律对解决边界争端的问题 没有任何影响 两国已经谈判了几十年 即使没有法律 中国政府也会对此负责 这是事实 新法只是一大堆语言词汇废话 随便你怎么称呼它 不过呢这个班浩然提醒说 真正的问题呢是他们的军队在做什么 他们自去年5月以来做了什么 以及印度的反应方式 这些才是影响地面情势的因素 他认为中国军队去年在拉达克东部的行动 已经清楚的表明 他们厌倦了试图通过谈判 解决边界或实际控制线 他们将使用武力 这位大使的看法呢 我认为最后一段还是对的 中国已经失去耐心了 印度就跟滚刀肉似的 滚来滚去的对吧 就好像在62年之前也是 老是对中国进行骚扰 毛泽东呢就跟着想啊想啊想 想了九天九夜也想不出来 后来呢有人建议说呢 印度这时候欠揍 揍他一段就好嘛 结果呢打了一仗 好了这么多年 现在看着他们就是皮又痒痒了 我看是 好 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